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最近在我们的Facebook page有位听众留言 她是McKenzie Chan 她问袁医生可不可以讲一集关于IGA慢性肾炎 她说有十分一的人患病都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后果就会很严重 但连中西医都没有一个妥善的疗法 其实在治疗疗法方面如何处理呢 我相信听众所说的是一种自身免疫的腎炎 自身免疫的腎炎 她也说没错 因为我们身体的腎处理的能力很强 腎如果不是坏至75%至90%坏了才出现症状 当然啦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及早去处理 就算是最简单的症状 我们都不要疏忽 都尽量不要当作 哎呀没事啦 我自己吃些药啊 搞定啊 一直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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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也认为腎衰竭是洗腎的 嗯 大家知道啦 洗腎不是一个真正简单的方法 而一方面很昂貴 而且很辛苦 而且也不会洗得很久 就是说洗几年了 那已经没用了 再洗不下去了 那当然啦 也很昂貴 我认识一些人 洗了几千万这样 那 OK啦 我也跟大家讲解一下 因为腎病 就是一个属于都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问题 最简单的我先讲讲 有一种腎病 英文叫做Glomerulonephritis Glomerulonephritis 就是一种叫做腎小球炎 Glomerulus 是我们腎里面的一个纤维的组织 它有一个管 就会有一个球形的 球形就包住一些微丝血管 那就是说 在这些微丝血管的球的管道 包住一个球形的管道 就是做一些所谓过滤的 那当这个球形的管道出现问题 那我就出现这个叫做Glomerulonephritis 那通常这种呢 很多时候是受了些感染之后 无论急性慢性都好 那会导致这个腎小球发炎 那当然腎小球 就是受了受了伤的腎小球 是没有办法将那些肺物 是有效地从那个血液里面排走 那当然了 就是受害的部分 多数一定在那个腎那里 那通常什么人呢 通常是年轻一点的 小孩子一岁到十一岁的 年轻比较多些 那么 典型的急性的那个腎小球肾炎呢 通常是因为一个那个 我们叫做stractococcal infection 就是那个年轻感染 就是喉咙感染的 那么这个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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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常见的 就是我们在这些 在我们的喉咙和我们的身体那里出现的 那么通常的 有很多我们的腎症状呢 是我们的喉咙感染之后 或者stractoccal infection 那个那个 那个链球 球菌的喉咙感染 两三个星期之后呢 才出现一些 即是腎的症状 那当然了 慢性的这种链球菌比较少一些,通常都是比较急性多的 通常就是那个症状是很轻微,甚至乎没什么症状 通常我们都是怎样看得到呢? 都是由那个尿的检查,可以诊断得到 也有时候,严重点就会看到一些以下的症状 包括那个尿是很混濁,还有少少红色的尿液 整个人的感觉就好像丧失了胃口,尿量也少了 视力也有少少干扰度,有时候有少少发烧 也有时候发到身体有些水肿,尤其是眼盖有种浮肿 还有膝蓄粗果也会有浮肿 有时候头痛,血压高,作呕,作闷,甚至是呕 当然蛋白尿,不够气,这些情况 所以这些都是一种比较上年轻的小朋友 是容易预得到的,这个叫做肾小球的实验 还有一类属于Brice disease,可能是一位医生 被他发现这一类,这个也叫做parenchymo nephritis 即是里面的细胞方面,都有慢性和急性 通常主要的症状就是先看到蛋白尿 有时候是因为腎的开始退化,或者腎脂肪性的退化 亦都是出现一种叫做mobus bryta 这种症状 通常都需要用化学的方法,或者用血微镜方法 来到研尿才能看得出 通常就最容易看到就是我们看到蛋白尿的方面 在我们同类疗法,其实有很多很好的疗剂 这种症状也会用一些简单的 我们叫做个人卫生的保健,叫做hygene的方法 通常我们都知道,这种病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身体过分牢碌,或者是用脑过度 或者可能因为天气的因素,即是不良天气的环境 还有因为饮酒,刺激物,以及饮食不条行,暴饮暴食 所以一定要先停止 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遇到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尽量浸多些温水浴,以及磨擦皮肤 就是加强我们身体的皮肤和血液循环的活力 当然,衣服要舒服,要暖,也要保持室外的运动 就是视乎你自己的能力去做运动 在西方的治疗医疗也有用的方法 就是用糖尿泥,即是只是喝糖尿泥 也有人用糖尿泥,即是喝很长时间 某种程度上,有时会用一个月的时间 帮助我们身体,可以说是一种神的休息 当然,如果不行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会用糖尿泥法的工具 在糖尿泥法方面,其实有很多疗剂 或者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每个疗剂有什么作用 首先介绍一个疗剂 我英文叫做Antimonium Tarte 我们就叫做Tarte Emetic 中美翻译就是酒石酸梯 那症状呢,通常有什么呢? 周身每个部分都觉得很疲累 头就觉得麻木 还有有一种嘔嘔嘔嘔嘔嘔的感觉 而且都不太会显 accepting 又有时候头会暖ca 那么,al 옛ract awareness 只是思想有低分输的想法 睡到英国时就会变着 还有在床上一软了,一焗热 又会变着 那 confin her mouth 视力就会更为暗了 那你看一下,就好像有沙步面 即一块上完整 几个外皮能 就像是田中klife 那这种症状的人,是粗心吃酸的东西 包括酸的水果 其中一个最主要就是 他不断觉得人是作呕的 当然,尿的蛋白一定会有 而且也会看到心跳很快 这个尿剂我们叫做Antimonium Tart 其中一个主证就是 经常想作呕的症状 另一种疗剂是Apis Maleficus Apis Maleficus是什么呢? 是黄蜂 黄蜂的症状通常会包括 人最主要的症状 当人被黄蜂针到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 又痛又肿又红 通常是眼盖很肿 我一看到一个病人 眼盖很肿的时候 我们就会立即想到 用这个黄蜂的疗剂 叫做同类相似 也有其他的症状 包括肌力差了 头痛 有些缓云 也看到下腹部分也会痛 向上蔓延 腎的地方也会痛 有时候你去压一下它 它就更加会感觉到痛 而且向前咬身也会痛 黄蜂状的症状 尿是特别少的 尿量不大 有牛奶色 和当然蛋白尿 也有时候有时候 会在这里 是容易看得到的 这个疗剂 通常是用一些人 是因为患了星红炎 以前星红炎比较多 现在就开始说想回来了 很多时候 因为受了星红炎的感染 出现这种肾炎的问题 现在休息一会 待会回来 继续自然疗发与你 刘艳几年轻轻人 继续自然症状 无痧跃 对不及的 赃离人 俗叶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大适量 和平常在製造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創意健康店,电话282-4848 网址,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愿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袁医生,你刚才提到处理神炎的疗剂 有酒石酸钛和蜜蜂,还有没有其他? 在疗法里,我们也有很多疗剂 在过去成功处理神炎的毛病 接下来介绍另外一种,Argental Nitricum Argental Nitricum Argental Nitricum 其实英文叫做Silver Nitric 中文叫做烧酸银 烧酸银的特点 在疗法里,很多时候需要找那个特点 这个症状是,人的头部很大 而且很想吃甜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症状 而且每一餐吃了之后 好像要弱很多气 记住,喜欢吃甜的东西 头脏得很厉害 每一餐吃都会弱很多气 当然它也会有腎的部位急痛 这种痛会伸展到尿道 甚至膀胱 其他症状的头脏 觉得是沉沉重重 温温等等 智力模糊 亦都会均匀 很容易跌倒 在周边左右跌倒 这个就是Argental Nitricum 这个症状 另外一种 我叫做Arsenicum Album Arsenicum A-R-S-E-N-I-C-U-M Album A-L-B-U-M 相信大家听我们的节目 听我们灵丹妙药的朋友 可能都听过 A-R-S-E-N-I-C-U-M 其实是什么呢 是Sun 即是White Oxide San-I-C-U-M 当然大家认识和疗法 不用听到San-I-C-U-M 因为为什么呢 动类疗法的药 是经过很多亿万分之一的稀释 所以成为一个疗剂应用的时候 其实里面没有任何物质的分子 所以这种能量的医疗 在全世界最安全 亦都在我经验 是最有效的 最快最有效的医疗工具 好了 我们看到A-S-E-N-I-C-U-M 什么情况之后 我会想A-S-E-N-I-C-U-M 通常病人的表现 A-S-E-N-I-C-U-M 而且是前压严重地痛 当然面部都浮肿 这种浮肿 整个面浮肿 不是只是眼盖浮肿 而且腻胎边是红 而且有齿印 即是浮肿的症状 这种浮肿的部位 是觉得有一种针刺感 尤其是当你呼吸 或者打刺的时候 那种腎的部位 有一种针刺感出现 尿便稀少 深啡色 还有当然有蛋白尿 还有生矮型的人 是很口渴的 但他口渴得来 他不喝得多 就是要小小小的喝 当然皮肤也是一种 纳色 纳色 蒼白 整体有一种浮浮的整体 整体的症状 大家看到 很怕死 很怕青 很不安 不然要喝水 但也要小口喝 好了 再和我们介绍另外一种 就叫做Berberis Berberis vulgaris Berberis 怎么算呢? Beris Berberis Vulgaris 英文叫做Barberry 它叫伏牛花 也叫做小继 我也不懂得懂这词 也叫做伏牛花 Berberis vulgaris Berberis Berberis 当然了 大家最主要让自己起来 计英文名字好一点 因为用中文就买不到 用英语中文去买,买不到这些尿剂 Berberus vulgaris 我选择伏牛花 它通常有什么症状呢? 通常你会看到 腎部位是有一种消热的痛楚 我们叫Smarting Burning Pain 腎部位 尿有血,尿沉在尿壶里 好像成了一块 有时看到尿排出透明啫喱状的沙 然后很累很累 当然蛋白尿都有,通通通用 而且有个症状,耳朵好像有啪啪声 那种声音的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Canteris Canteris C-A-N-T-H-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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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西班牙烏鹰 我知道是催情药 当然,在同流疗法里 西班牙烏鹰,西班牙烏鹰 或者叫班牙烏鹰 也有形容 始终 作为一个催情药 当然,它的症状是令到你的膀胱 有一种很痛的感觉 尿液很痛的,很热的 而且尿液有血很清晰的 又热又热的血液滴出来的 当然,在蛋白尿里面 也有很多沉淀物,有散 有条状的那些块 人很累 所以,重心在哪里呢? 是膀胱是一种切痛消热的感觉 在膀胱那里 当然,人很不安 很紧张,很不安 还有,很口渴 那个消热感不单是膀胱那里的感觉 连胃那里都有这种感觉 两旁的腎也是有切痛有热的感觉 这个就是Canterus 然后,另外一种我们叫做Heloborus Helob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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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做Unicorn Roots Unicorn Roots 中文一种反应就叫做的地八盒羹 天地的地地八盒羹 Unicorn Roots Heloborus 有什么特色? colonius是重心的地方 就是腎的部位很矩然之间 有很多很虚弱和很重的那种感觉 当然也是有很密的要去小便的需要 尿也是大量和整体都是累累的 colonius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 有时觉得子宫的部分 就好像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器官的子宫部位 当然头部就是安稳等等 没有活动能力 想一个人独处 他人很疲累 这是一个重要的 最重要是一种腎部位很弱 还有有一种重量的 再跟大家分享另外多几只 一只叫做Kalmia Kalmia Latifolia Kalmia 中英文叫做 Mountain Laurel L-A-U-R-E-L 中文叫做山月桂 Kalmia Kalmia的主要特性 这种症状 心跳也很重要的 心跳也很厉害的 尿液少 还有蛋白尿 也有很多纤维 也有很多纤维 还有他觉得胸厚 是特别有压力感的 不够气 暈 还有下肢也是很痛的 Kalmia 这个症状 有心脏和心跳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特征 还有胸部 有压力感的 好 再另外聊天就是 Mercury Mercury Corrosivus 水银 Mercury大家都知道 Corrosivus 就是一种侵蝕性的水银 我们叫做蝕拱 水银就是拱 蝕就是会侵蝕的蝕 蝕拱 Mercury Corrosivus 这个阵阵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 他人也是这样 他人的头脑很缓慢 消化很缓慢 水银有一种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种金属的口味 有种金属的感觉 还有感觉口腔好像热 烤的感觉 厚的部分 胃脏 不能触碰它 当然尿也有很多瘫症 这样的症状 最主要 这个症状通常是白喉之后 白喉之后 因为白喉 导致这种肾病 的症状 的症状 水银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轮 大家知道 轮 phosphorus 通常的人 症状 症状 很累 没有气力 好像无精打采 什么都不想理 还有轮型的人 轮型的人 通常是高高瘦 那种长型的人 大便 通常又长又瘦 又长条条 硬到 好像狗睡 轮型的人 通常是比较喜欢喝冰冻的水 在同样的疗法里面 其实那个疗剂都相当多 有那个伏牛花 西班牙烏鹰 有山矮 山月桂 水银 和卵 现在休息一会 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 网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袁医生 刚才其实你都介绍了很多疗剂 是可以对付急性和慢性神炎的 是的 所以你也看到 在同类疗法来说 遇到这样的症状 其实是很难处理的 过去也有很多 但是当然 其实最大的问题 很多时候 我们来找我们的病人 都是当他成为一个叫神衰竭 即是长期的慢性的神衰竭 他才来开始找我们 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 我刚才这位听众 他说中医西医都无能为力 是的 其实他在说是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来说 就算中药 我想都是很难处理的 是的 西医都是做什么呢 帮你洗神的 对他们来说 他们只可以做的 帮你洗神 你知道洗神都是一时的处理 长远来说都是这五号 只不过帮你的神 代替你神应该做那些事 好了 在同的疗法里面 我们也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也处理过 很可惜 当然不容易医的 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放弃 不要以为一定去洗神 我们过去很多病人 都是不想洗神来找我们的 我们很少人就在洗神来找我们去医的 因为他认为洗了神 他就是医了 他以为他也是医了 所以他不会找我们的 当然有些人明白 洗神是贵的 一方面贵的 而且很辛苦的 是很不方便的 你的生活是大大受影响的 很多人都在这个阶段 神已经衰竭到八百九九了 医生说要安排洗神 他是找我们的 好了 可以处理 神衰竭 通常先和大家解释 神衰竭的意思是 身体的神是没有办法 将我们身体的淡 就是淡的废物 处理了 通常我们会看到 尿素 尿的尿素 是不断地提升 当然 慢慢地 身体会出现症状 这个问题 男女也有 不论不分然灵 也会出现 好了 那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呢 一般来说 神衰竭的症状 就出现一种 我们叫做 神衰竭的症状 神衰竭的症状 是一种结体组织的病 譬如 Systemic Lupus Eryphematosus 就是熊斑狼疮 系统性的熊斑狼疮 或者是刚才所说的 长期的慢性的 甚少求肾炎 或者是长期的慢性的 尿道发炎 感染 也有些是 可能是先天性的 神的缺陷 比如有一个症状 我们叫做多囊性的神病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 神里面有很多囊肿 也有很多时候 因为人们有糖尿病的行为症 糖尿病是处理不了 一般人以为 吃糖尿药 打儿肥药 其实是没有医的 其实我真的不明白 你控制的糖尿病 是否是在医治糖尿病的本身 很多时候 慢慢慢慢慢慢 糖尿病的病人 就出现神的衰退 就开始要洗神了 还有一样东西 很多时候我会看到 我最近有个病人 他自己也承认 他这个病是这样做出来 就是什么呢 是复乱的复食很多西药 很多化学药 有一个叫做 Fenacetin Fenacetin 一般常用在一种 退消药和止痛药 我这个病人 很多年前 他说他知道自己 一有少少伤疯感冒 就自己去买神药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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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后 之后 就变成神衰竭 他现在 那么多年来 一直 就是用那些铝骨唇去按 但你知道 人又肿了 臉又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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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的臉 就有个叫做Moon face 和Buffalo Hum 像是陀背骨 陀背骨的臉 臉又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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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试过很多年来 都已经有很多神言 他试过 有时 是不顺便想停一停药 但一停药 那时 神言便会立即出现 很明显 铝骨唇不是帮你 成功医治病 但很多人 是没有办法之下 就在用这些方法 在他的案子 就是吃西药 我相信 很多时候都会有的 也有西药 stractomycin 一种很常用的抗生素 也有些人 会出现这些神衰竭的问题 其他当然 有可能 血管的毛病 血管硬化 导致腎的血管硬化 之后 血液的供应差了 也有些 我可以叫做 Mind autism drugs 迷幻药 原来 这也是一个 会导致这个问题 好了 正如我们 我们的听众说 其实很多人 是真的不知道 因为没有什么症状 对不对 到他真的发现的时候 就已经太迟了 事实上是真的 我们身体的神 那个问题 不会坏到至少 60-70% 可能只有一点症状都没有 但如果真的有症状 是开始出现什么症状呢 当你身体的神 10% 退化了60-70% 才开始有些症状 你身体的症状 可能可能有疯 是Nissus 很疲 那人人的神智 的脑筋不清醒 和那种温温欲睡的感觉 高血压、口腔的口气很重 我都预估有些病人长期是口气的问题 他们也无法治疗 当然一般口气的问题 都是牙周的问题、肠胃的问题、鼻痘炎的问题 这些病人比较常见的 但原来神衰竭的开始是口气的问题 所以很多患患口气的问题 这些病人会小心点 别以为口气不方便 社交上不方便 就没什么心机去好好的处理 但这其中原来有一个神衰竭的症状 还有口腔发炎、牙肉流血 还有很多口腔的悔痒症状 腹部痛、肚痛、贫血 撑住神疾症状 会死治疗症状 后停止肌痛、声欲低至不过 低 females 还有病人是肌肉流血 症状 很容易断断 麻木、抽筋、腿和小腿 經常有一種麻木、針刺感、慶慶的感覺 或者不尋常的出血 這些都是一個道神衰竭的症狀 當然,到了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想你做炎血應該可以看到 我們神的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 即是身體排出蛋白質的生存代謝物的排除率夠不夠 通常這個真的要壞至至少一半以上才會有症狀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身體有時 我們經常叫做病向前中醫 不要稍微塵到很嚴重的時才處理 那位聽眾都有提到 其實中西醫都未必有妥善的處理方法 去處理神的問題 在就能致療法包括民間方面 会不会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洗肃呢? 其实我也想和大家分享这个方法 所谓的秘方 我相信这个秘方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女士 她说她自己的家里种荔枝成五十多年 其实用荔枝核是很容易的 但不知道原来是这么紧的一个宝 她自己的老公的枕边人 都往为了十四年的岁月洗肃 结果也是迴归天国 当然她说现在洗肃的人很多 相信大家周围都会认识这些人 所以她把这个方法传出 希望人们马死当活马 试试一下功德无量 大家知道一般人如果有洗肃经验 都在医院里面有很多这些仪器 也有些人买化简单的仪器 回家做也有的 我也知道有些人是这样做的 她说她自己很有趣的 她自己这个人的肾功能之所以失效 主要是因为我长期的糖尿病造成的 她说二十多年的糖尿病 令到我对人生没有了兴趣 有时有几次真的想自我了断 然后一想 如果我走 我几个十元仔未成加纳液 又想到如果我自杀了一身 我的亲人朋友很难堪 所以虽然自己患病很痛苦 但如果能够避免带来给家人更加痛苦 所以她也是跟病魔前身勇敢的走下去 好了 她的秘方初初有些强烈的排斥感 二十年来她只是听西医话 其间有很多亲戚朋友提供一些偏方秘方 她一直是多谢就算了 即是多谢就算了 直到有一次她就要开始去洗神 差不多近乎跟死神搏斗的时候 她突然之间才想通 她说既然是坐以待毙 因为她自己先生试过 试过这么多年 我相信用了很多钱 虽然有时是用纳税人的钱 其实都是钱来的 不是空中掉下来的 不如算一算就有善希望 我原来这位女士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糖尿病 那究竟她怎样可以逃离洗神这一关呢? 休息后原医生就会和我们揭晓这个鼻方 哎呀你转天来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儿婆啦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欢迎回来《愿望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袁医生 刚才你说妥帝说一个避方 避免洗神 是的 这位病人到最后都说要洗神 其实她说过去很多人都提议 但她始终是多谢 但没有去做的 她说当她洗完第二次神之后 有一位小嬸的娘家就找她了 问她想不想服用这个避方 她说保证一定可以不再洗神 你看到她这个情况是一个初期的时候 我当场愿意表示试试 那天中午小嬸拿了一锅腰子汤 腰子汤给她喝 我分了十两次把这个汤喝完 第二天就再喝一碗 大概是一碗半 一锅一碗半 同时就吃了半个猪腰 腰子 腰子 她当时排尿已经有改善了 第二天 第三天本来还要洗神 医生看了之后 觉得表示可以不用洗 结果她就喝了那个腰子汤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结果医生都很惊讶地说 她说你的神功能已经渐渐恢复了 可以假扮出院 真是乙型补形? 我觉得是 有点是 我们和疗法里面 终于都有的 一个乙型补形的概念 很明显是这个 很有趣的情况 好了 这个秘方是什么秘方呢? 首先呢 我们就要用一个 新鲜的荔枝种子 7粒 新鲜的荔枝核 打碎之后 就用龙沙布包扎 Moslin Crop 再买一副猪腰 即是Kidney的方法 切成薄片 将腰里面的白根 就切除了它 那就洗干净 猪腰还没有很臭 通常大家吃过都知道 那就用荔枝种子 即是打碎的种子 同时放在一大碗的碗里面 再加上用第二支洗米水两碗 大家认识 中文都会喜欢有洗米的习惯 第一轮比较 第二轮的洗米水两碗 就放在一起 放在一个电窩里面 来蒸 大概蒸半个小时 把汤喝光 就能够就效 很简单 当然 新鲜的荔枝 种子的荔枝核 这都是一种季后性的 但是如果我自己都病 都问过 唯有一样东西 就是香港很多时候 荔枝通常买的是小核 我们现在要买的是大核 就是要找一些大核的荔枝 有时候 始终荔枝不是常常都有的 不是一年四季都会有的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一种方法就是 如果找不到新鲜的供应 可以有的时候买定 除了鲸肉 那些核枝真的是冰格 都可以的 好过用不了 好了 就用这个简单方法 就是说一次 7粒新鲜的荔枝核 打碎 拿一些沙脖包 扎了 再买一套猪腰切片 将猪腰的白斤 清掉之后 就放在大碗里面 再加两碗 第二次的洗米水 电锅里面蒸 半个小时之后 蒸了之后 就把汤喝完 其实那个腰都可以吃的 但是我相信 不吃腰的猪腰都可以的 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原来这个秘方这么厉害 一定要试一试 除了这个秘方之外 在同类疗剂方面 有什么可以处理到神衰竭 在我们同类疗剂里面 亦都过去有纪录 是用一些疗剂 是医到这些严重的神衰竭的问题 都有十几个疗剂 基本上 譬如有些是 和大家 枯头 其中一个 茹花花 木树芽菜 蜂蜜 蜂蜜 一个主要的疗剂 有一个就是benzoic acid benzoic acid 是一个重心的 是那个尿 有种鸭味 Helonius Kochicum Kochicum 是一个抽水鲜 Calinitricum 还有一个 是一种 鲜的血清 Serum of the Yew Serum of Anguilla 这个差不多是 我用的是最有效的工具 还有就是Solidago Stramonium Stramonium Mantar Mantar Stramonium 还有一个就是Tarambovenin Tarambovenin Tarambovenin 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叫做Tarambovenin 其实中文叫做虫节油 是一个大疗剂 最后有一个是Singis 是那个 薑 薑的疗剂 在这个疗剂里面 我自己用得比较多 成功用得到 就是那个 Yu Serum 就是那个 鲜 鲜的血清 这个疗剂 对这个症状是相当好的 有些病人 是用着这个 一直可以拖住 不用去洗肃 我相信 如果在现在 我们能够用到 两个方法 就是这个 黎智核 猪腰 加上这个疗剂 我相信 很大机会 可以帮到大家 那我们用 如果大家遇到 这个所谓 神衰竭 要搞到洗肃 都不用那么快 不要那么灰心 其实呢 有些好的工具 大家应该可以 要尝试一下 所以 那个 荔枝核 荔枝核 唯一的问题 就是香港不是 一元四季都有的 但是 那个疗剂 我们一直用得 是相当之好的 所以 遇到这个问题 真的 应该试一试 不要那么快 就去洗肃 因为一洗了之后 就很难 走出来 嗯 那今集分享着 这么多 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可爱的听众 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原医生预约会诊 可以打回以上的电话 25773798 或者 email去 cs atnaturalhealing.com.h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同类疗化疗剂? 什么来的? 有什么用的? 同类疗化疗剂 已经有250年历史了 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医疗系统 英国皇室都还在用着 所以又有人叫它做皇室医疗 嘩 听话好像很厉害 在哪里有得到的? 在铜锣湾的陆创意健康店就有了 陆创意健康店有超过 千种同类疗剂可以给你选配 它们有超过25年的同类疗剂相关经验 可以说是全港品中最齐 服务最周到的同类疗剂销售店 除了逐只逐只配 它们还有疗剂套装 例如是家庭套装 就适合放在家庭门口 又有旅行套装 小小盒方便带着周围走 那那间陆创意健康店 和铜锣湾是哪里的? 陆创意健康店的电话是 28824848 网址online.healthshop.com.h o-n-l-i-n-e dot h-d-a-l-t-h-s-h-o-p dot com 在家庭上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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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庭上的电话